十三先生 我错了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也正常行事而已 拿着去买单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像是付不起账的人嘛 叫你拿去买单 你就拿去 到账五百万 十三先生你的卡 十三 你能不能救我 我刚才没有说一句话 你们对我百般讽刺 现在知道我有钱了 这么低声下气 你们不觉得你们真的很像小丑吗 我去 阿宝是吧 大老我在 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把他们三个女的放了 放 马上放 等一下我会把他们送到家 不过 他欠你的钱是他的事 五天后没钱还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是老大 我明白了 十三竟然真的救我了 十三 我知道你上学的时候喜欢我 我现在愿意用我的余生来弥补你 请带我走吧 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在胡思乱想 我就让阿宝把你留在这里了 真的没想到十三竟然是那个庞然大物的地豪集团的大佬 要是我刚才都跟他打好关系 然再得到他一点帮助 我是不是就能一飞冲天了 十三要是我男朋友多好呀 真得好帅呀 他竟然有如此身份 为什么还要装收破烂的 难道有钱人都喜欢低调而奢华的生活方式吗 玩独自了 五天让我还五十万 我哪里找五十万 本来想把他们几个压在这里工作 应该这事情就过了 看来明天得准备离开江海了 阿强呆鹅走吧 那辆帕帕尼风神真的是他的呀 原来一开始说的时候就没有骗我们呀 只是我们不相信而已 你放手 不要再跟着我行不行 你连我这样都不满意吗 要不那边有个收破烂的 你去找收破烂的好了 那个收破烂的小哥好帅呀 我找他就找他 只要你不要再烦我 小哥哥 你收什么破烂 我养你呀 别收了 我带你去玩 丽亭 你是故意气我是吧 你个破烂佬最好离他远点 不然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光头你想干嘛 光头 你竟然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你又打我 信不信我叫人弄死你 叫人是吧 大哥别打了 唐 好了阿强别打了 让他走吧 我老大说了 让你马上滚 你们敢不敢让我打他电话 连我也敢打 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要打就打 有问的必要吗 幼稚 好 你们很好 给我等着 哇 你好帅呀 原来收破烂的也可以这么帅 你们不是一起的吗 他被我打了 你还在这么夸我 我可跟他没关系 只是一个相亲对象 我拒绝他 他就死缠烂打 讨厌死了 不如你当我男朋友吧 我喜欢你 你没看我在收破烂吗 哪里有时间谈恋爱 年轻人 赚钱 要紧懂不懂 收什么破烂 本小姐养你 你要什么都给你什么 想要车吗 走我买辆给你 怎么了 是不是很震惊 是不是很激动 不稀罕 别妨害我说破烂 竟然会被拒绝真是想不到呀 真是不想要的一直缠着自己 自己想要的却得不到 这就是爱情吗 是爱情啊 就是爱情啊 一步一步 偷走我的牵挂 好想曾经哭了 让人心乱辱骂 我的爱等着你回答 喂 你发什么呆呀 还不快走 收破烂能赚多少钱呀 本小姐一天给你一千当生活费总行了吧 我收破烂一天几百万 你说我会要你的一千吗 你人长得帅 吹牛也是棒棒的呀 大哥 就是他们打我 谁敢欺负我的人 这个不是强哥本人吗 哥 你打我做什么 今天打地就是你 你们两个别闷着 非要用力地办他 不好意思 打着小子打扰了你们 给你们添麻烦 我们这就走 让你们走了吗 哥 有什么事情吗 我只是路过 这不关我的事 把这个破烂拉走 好好 我们马上拉走 吓死我了 哥 你为什么打我 你这小子是想害死我吗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谁呀 汉肥阿强听说过吧 你小子最近还是小心点 别不小心就在这时间蒸发 不行哥 我要马上离开这个城市 城市太危险了 我要回农村 帅哥 刚才那个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 竟然把教他的人给揍了 真是奇葩呀 是啊 好奇葩呀 他走了 你也可以离开了 不呀 我要养你呢 我叫丽婷 你叫什么呢 叫我十三就可以了 十三 我是陈诚诚 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次返校拍卖费 虽然说是拍卖 其实是捐助重建学校 所以这次学校说了 拍卖有多少钱就全部投入学校建筑和设备里面 学校也是养育我们的地方 我答应了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行 那晚上见 阿强啊 先去吃点饭 然后准备去学校吧 好的 老大 你是他的小弟 是啊 有问题吗 说破烂的带小弟 十三 你这装的够帅呀 你叫阿强是吧 是啊 有问题吗 快叫解决 OVER OVER 发现破烂兔 准备开始执行灭兔计划 OVER OVER 我们已经准备好 等下动作迅速点 他身边的那个是阿强 实力强悍 只要抓到十三就马上撤退 放心 交给我们吧 在外影 这是我们常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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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